大家好,我是谷火网上的谷火老师 下面我来讲第八节课 讲的是一个虚拟基地安装和设置和应用 这节课其实事实上它设计的内容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但是讲的话就讲的比较少一点 比较简单一点 关键是大家要去做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这节课的我们分为两个内容 一个是虚拟基地,一个安装 还有一个是软件 也一个装员软件到里面去吧 首先讲的一个安装 安装的话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虚拟基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我就我就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到百度上面去 去找 你刚才我百度出来的 然后呢下面很多都可以吗 你随便下载一个都可以 像那些 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往下找 下面有下面有什么 下面有那个密钥啊 有那个密钥的话 然后这些输入密钥就可以了 百度上面有很多的方法的 很多的那个啥的 很多的加成的 然后那些软件 他们他们都设置 他们都配有那个密钥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 那密钥在哪里 我这里有一个密钥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密钥 大家按照这个输入就可以了啊 或者说自己在把握上面去找 有没有必要说按照我那个来 对不对 网上也很多的 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有的 很多都有的 那些密钥是免费的 装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我看一下 嗯 还没有显示完 再看下一个 如果是不行的就换一个密钥 你看这些这么多密钥 然后呢 那个不行 你就换一个就可以了 啊 很多的 然后安装下来之后 你就按下载下来之后 你就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的教程在这里 下载我就不用讲了啊 大家自己去下载 我在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什么 因为的话演示整套演示下来的话 那个需要很多的时间的啊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 网上上面是有教程的啊 我只是告诉大家啊 这么一个方法而已 然后呢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摆除出来的 如何安装使用这个东西虚拟机 然后大家可以去摆除 或者说直接用这个这个这个网址都可以啊 然后去按照他的流程来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他的流程 他已经上面的流程啊 他已经讲的是非常的清晰的 你按照他的每一个来去操作就可以了 你看怎么样就要做 现在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当初安装 我也是这样子摆除出来的 懂吗 所以说大家的话也可以去用一下 然后我就不不亲自下一个一个个的指导了 这样子的话呢 会去浪费很多的时间的 对吧 然后大家看了也辛苦啊 然后创建新的虚拟机 第一先下载安装好之后 我们创建虚拟机 虚拟机的话 他有一个镜像 一个镜像 这个镜像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对吗 镜像的话也是可以真傻的 安装镜像 比如说我要安装一个 啊 安装什么 Vin7 虚拟机 Vin7 哇 Vin7 镜像 Vin7 镜像 名前镜像 ISO ISO下载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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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广告 广告 嗯 虚拟机 我看一下这个教程一下 这东西的话 就没有弄过了 去找一个镜像下载 我看一下 找个地址给大家吧 因为如果大家自己找的话 那个又比较麻烦一点 哦 要花时间 我还不如在这里直接 跟大家讲了 Vin7 7 镜像 装机 7 这个 看一下 啊 这个 这个不行 Vin7 镜像 镜光 这个也可以 我们去下载一个镜像 把它给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之后 哎 在哪里 装一个镜像 其实我是有一个镜像的 这样子吧 大家 呃 怎么说来的 就不用找了 然后呢 怎么说来的 加我 加我的那个 哦 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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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我这个西美之家的账号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东西 传给大家 就不用去找了 直接去就行了 自己找的话 我自己找 我都不想找了 大家也 不要浪费时间就可以了 直接找到我 我把它转 传给大家就行了 在我这里 那个东西在我这里 我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好的时候 然后你就按照它的教程来去装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镜像 你放到哪里 你找出来 然后呢 按照这个设置来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设置来就可以 密钥的话呢 你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用我这个 然后密钥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呢 点击里设置 按照在这里怎么设置 你怎么设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样子 这样子一步步来 哎 走到最后 然后呢 跟着它来嘛 这个是复杂的 上面第一种 下面第二种 我之前用的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不会没有关系 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呢 就这样子 进去 进去之后就下一步 下一步 虚拟机的话 那我就误误多了一句呢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的 不懂的话 去百度一下就懂了 很简单的 这个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呢 往下进行了最后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先理一下这个思路啊 安装的话 我就不着重讲 但是呢 我跟大家着重讲一个就是 我们装虚拟机是干嘛用的 我们装虚拟机 就是用来做任务的 懂吗 做任务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模拟别人 登录电脑之后 来完成这个任务 比如说注册 完成这个注册任务之后 我们呢 我们的联盟后台 就能看到价钱 懂吗 所以说的话 这是原理啊 还有一个第二个是软件 牛逼修改软件 我们在 我们再挽回看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是 模拟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一定不能是自己哦 但当然事实上是自己来完成 但是呢 是模拟别人了完成的 所以说要不要 要要要让联盟 还有还有广告商知道 就知道 也不是说知道 要让他们 让他们懂得 让他们 觉得 这个任务呢 是正常的来实现的 怎么样写 怎么用模拟呢 首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电脑啊 因为模拟机器 其实就是一个电脑 然后呢 比方说你注册一个信息之后 你注册一个账号之后 你这个电脑的信息 注册的电脑的信息 会上传到什么 会传给到那个 那个广告里面 还要传到那个 广告上那边 他会监测的出来 你用什么系统 然后呢 去注册的 所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反复的用一个系统 去注册账号的话 他会发现你的数据存在异常 也就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你反复的 用一个电脑去注册 但是呢 这个电脑虽然说 你的地址换了 你的IP换了 但是你还是用这个电脑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这个人 肯定是作弊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被别人监测出来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需要什么 需要修改 需要修改器 需要修改牛逼远件修改器 怎么意思呢 我们注册好 我们打开这个虚拟机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 牛逼软件修改器 然后呢 装到 什么 装到 这个这个软件 来跟我要啊 来装到什么 来装到那个 我们的虚拟机能中去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装进去啊 把这个东西 牛逼修改软件啊 装进去之后呢 我们干嘛 我们每做一个任务 我们都要点开它 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呢 我们要做修改 修改新的那个内容 然后一键修改 懂吗 你看这里打高 选的 选的的话 已经是修改了 也就是一键修改 但是呢 你要记住啊 你不能在这里修改 就像我一样 我在这里 我是主机啊 我这个电脑是我的主机啊 我主机的话 我不能修改 修改的话 我电脑会飞掉的 我哦 但是呢 你可以在那个 那个虚拟机里面去去修改 啊 虚拟机是支持的 然后呢 修改完成之后 你点击重启 那个虚拟机 然后呢 那虚拟机的所有的信息 比方说 你的用户 你的安装时间 你的序列号 还有你的硬盘信息 还有你的IE 还有你的什么网卡 这些啊 系统版本 都会全部的换掉 懂吗 你换掉之后 别人就会 那个开发商啊 那广告商啊 他就会认为 说你这个人呢 是在别的电脑 别的系统 别的那些信息里面去注册的 也就是说 他们分不清你是 啊 他们不知道你是同一个人来注册的 懂吗 如果像刚才讲的 如果你 你所有的任务都是在这个系统上面去做的 比方说这个系统版本 所有的系统版本 都是一样的 那意为什么 肯定就是作弊的嘛 你地址不换的有没有关 地址再怎么不换 他也看得出来 你这个是什么的 是作弊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修改 也就是说这个是 记住啊 这个是在那个模拟器里面修改的 一定要没事 不在自己的电脑上面修改 自己的电脑上面修改 电脑都会飞掉的啊 然后呢 模拟器重启一下 又是一个新机了 懂吗 所以说模拟器的话 他可以反复的去用 就这个原因 我们用完一次 我们做一个任务 好了 我们修改 修改重启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做第二个任务 我们再修改 再重启 再说 然后再做一个任务 再修改 再重启 又得一个新的电脑出来 明白这个道理有没有 明白应该都明白了啊 就是你做完一个 你就修改一次 做完一个 你就修改一次 重启一次 做完一个 修改一次 重启一次 啊 生效之后 好了 我们再做下一个任务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眼睛看得出来就是 你用你是用不同的电脑 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版本 所有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数据就非常的漂亮了嘛 对不对 人家就不会知道你是作弊的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牛逼修改软件的一个用法 懂吗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软件是比较有用的 每一次你都要用得上的 懂吗 啊 行吗 那见到 如果说配置不懂的话 那你就按照我的配置来 那比如说 这些全部打勾勾 网卡可以不打 然后呢 点一键修改 修改之后 点击重启 OK 关的就可以 重启之后 它就生效了嘛 嗯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个已经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需要软件的话呢 你们可以来联系我这个 新美之家的一个账号 我的名称叫做 鼓火网创大家可以叫我鼓老师啊 那行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